血管堵塞70% 一味药每天吃一次血管通畅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呢 血管堵塞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要怎么治疗才能够不花冤枉钱 我们都知道血管堵塞是很危险的 严重的就是堵塞了心血管的冠中动脉 如果出现了狭窄硬化栓塞 心脏的随时就会有心梗的危险 那该如何让这个血管通畅呢 可能很多人第一选择就是去放支架 或者个球囊扩张不少花钱 而且有的时候呢不一定能够缓解症状 这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人了啊 从中医的道理上来讲呢 这些疾病无外乎就是血瘀堵塞了血管 同时还会有弹拙 那中药的疏通血管呢并不难 有很多便宜又有效的中药材 气血充足经络畅通 就能够把堵塞的部分充该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味药材 这个呢就是姜黄 他对于气血淤质 血脉不畅的胸痛 血管堵塞有很好的效果 之前呢有一个患者 血管堵塞了70%啊 而且血脂也偏高 他有一个明显的症状 就是核心相对用的后背啊 怕凉还有疼痛的感觉 那我在这个方里边就用到了姜黄 而且呢还叮嘱他 在近一段时间里啊 多吃一些咖喱的食材 比如说咖喱鸡啊咖喱炒饭啊 因为咖喱本身的主要的成分就是片姜黄 经过这样的一段治疗以后呢 他的血脂呢也慢慢的下降了 血管的堵塞呢也慢慢的畅通了 症状上头也不晕了 后背的疼也解决了 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由此可见呢姜黄对于心肌缺血呀 血管堵塞呀 对于降血脂抗血栓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姜黄呢 怎么样的搭配其他的药用量是多少 是需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来辩证开放整体治疗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不能盲目的去用药 当然了食物呢 你可以适当的试着吃两天 这个没关系 如果你想知道你怎么样搭配更适合你 可以给我说一说你的具体情况